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怎麼樣把很多英文的影片 沒有字幕的影片 直接把它用中文的字幕把它顯示出來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這個 很多Jeff Walker就是 一週賺進300萬的這一本書的作者 在你的右上角這邊 你可以點擊一下那個文字卡 去看一下我之前講過的 這個一週賺進300萬的作者 他是怎麼樣賺進一週300萬的方法 他出過這本書 也有做過中文翻譯版 那這部影片我有幫他做一個分析 就是他的這個做法 還有實際的操作 使用什麼工序去做 好那我們這一集主要是講說 他很多影片 他常常在錄影片 可是他的影片因為都是講英文 那很多人他英文能力 我自己英文能力的那個聽力也沒有很好 所以聽得很辛苦 然後我會把他把英文字幕打開 英文字幕打開之後呢 如果還是看不懂 那你就把他開啟中文字幕 這是很簡單的 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 譬如說 這邊他顯示的是中文字幕對不對 那我們先把這個字幕打開 一般這個英文的影片呢 他底下這邊如果有這個字幕的按鈕的話 你就把這個字幕按鈕打開 我把他放到最大好了 這樣把這個字幕打開 然後我先把他調回來 好 一般來說啊 這個字幕打開之後啊 他這是秀英文的嗎 他秀英文的 那這個字幕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說他自己上傳的字幕 另外一種是Google他本身去聽他講出來的話 然後自動辨識出來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反正他上面有英文字幕的話 那你把這個字幕一打開之後 看到英文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把他做這個齒輪 右下角這個齒輪點開 然後這一邊的這個字幕點下去 這裡下面就有一個自動翻譯 自動翻譯點擊之後 這邊有各國語系 所以如果你是其他國家的人 你可以看其他語系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切 那我們是台灣的話 你可以切中文繁體 他就會變成中文繁體 就這麼簡單 那你看我再去切 假設你要給你的日本朋友看 這邊一樣點擊自動翻譯 然後按日文 或者是你教他 給你的日本朋友告訴他說 你就這樣直接翻譯 你就可以看日文了 好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其實有用蠻久了 可是前幾天突然聽朋友講說 他不知道有這個工具 其實這個工具 Google已經出來很久了 那只是說 因為他是Google去辨識的 所以因為Google又是美國人居多嘛 所以他們把這個英文 自動翻譯成中文 或者是其他語系 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確嘛 這是大家一定要有這個體認 但是至少大部分 幾乎八成以上啊 你一定看得懂這個影片 大概是在講什麼東西 那如果這個影片又是一些電腦教學的話 又有一些電腦畫面操作步驟 那就更簡單啦 一邊看他的操作步驟 一邊大概看一下的中文字幕在講什麼 大部分都可以理解 ok好 所以這節影片非常簡單 就告訴大家 還不懂 還不知道有這個工具的人 記得就是點開這個字幕 然後再按齒輪 再按這個字幕自己去切換 對啊 還有人不知道這個速度 速度也是我順便講一下 這邊有一個播放速度正常 那其實我們會看到有很多影片 他的播放速度 如果再加快一點的話 其實譬如說你是看字幕的人 你看字很快的人 你一定會希望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這樣 去看你的字幕你會看得更快 因為你不想聽的嘛 那你就乾脆加快速度好了 這樣可以增加你閱讀的量 ok 好那這一節我們就簡單講到這邊 我是劉海爸 我們 欸對 之前還有同學問到說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Netflix 網飛 Netflix 我們下一節再來講這個東西 Netflix 怎麼樣學英文 就是同時把他的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一起打開 一起打開 因為他預設是不能同時打開的嘛 那我們必須有一些方法把它同時打開 讓那個中文字幕跟英文字幕同時顯示出來 而且還可以按按鈕讓他暫停啊 或者是快一點啊 或是慢一點啊 減速啊 或加速啊 讓你學習英文會比較方便 ok 好我們之後再來講這個東西 我是劉海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